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前面讲到佛陀 佛陀是怎么样来到世间 是成如实之道来成正确 佛陀来到世间 他是准备好了 才能到人世间的 所以他失色的法门 都是一种全盘的规划 佛陀不会说想到什么做什么 没有这回事情 所以佛陀的法为什么叫一佛称呢 就是说 你除非是你学外道 原来我以前学外道 那对不起 那你这个来到佛教 你就没办法对接 你以前学的都白学了 你只要是以前是学佛法的 这是佛陀说的话 跟好话听都可以对接 因为佛陀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一个长线的布局 都是为实施权 不管是修什么法 只要是你听佛陀的话去做的 佛陀保证 你是绝不希望 就是 你就阿罗汉 他修了成就涅槃 他也不希望啊 他对接过来 直接入相似济佛 他也没有吃亏啊 他前面的阿罗汉也没白走啊 所以诸位 你记得 只要你以前修的是佛法 只要是佛法 这佛陀说的话 佛陀让你不知 让你持戒忍辱 虽然一开始没有圆满 但是绝对 共不堂卷 就是 你以后回归到好好境的时候 你前面所修的 绝对不会白会 为什么 因为佛陀是 成如此之道来成正觉 佛陀可以为他所说的 每一句话负责 一定可以对接 你这个法 跟我这个法 一定可以对接 那么可以对接 当然从佛陀角度 当然是希望给众生最严满的 尽量不要失色方便 但是佛陀看到了两件事 非常严重 第一个 三线火宅 众生的五运 已经进入了不稳定的状态 感受 想象 色受想行事 非常躁动 更重要是寿命短暂 这个无浊恶事现前 这第一个 环境不好 第二个 内心 又起严重的颠倒妄想 不觉不止 那么这两种情况 一个是外境 一个是内心 佛陀 你看佛陀在处理事情 佛陀从来不改变外境 因为这个五运这个果报 是长时间过去的积累 你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出事呢 你怎么就不在正法时代出事呢 供业所改 佛在世时 我沉沦 经得人神佛灭度 这是我们的供业 那供业是没关系 你要有自知之明 那也就可以 所以佛陀不改变外境 改变内心 加强内心的觉知 所以佛陀必须改变 我们这个不觉不知的问题 这个盲点要解决 那么 这个盲点 第一个 舍迹 就是舍弃了 华元经的 大乘的 这种言顿法 我们看 隐医的舍迹 看经文 舍弃佛 如来不做事念 若我但以神力 及智慧力 舍于方便 为诸众生 在如来之见 利无所谓者 众生不能 以示得度 所以者和 试诸众生 未免生老病死 忧悲苦恼 而为三界火宅所烧 何由能解佛之智慧 那么 佛陀要 要 解决众生 这个不觉不知的问题 佛陀就想 说 我有神力 及智慧力 佛陀 对话众生两种 一个神通理 一个说法 那么 如果我不用 三生的方便 我直接讲 一佛称的思想 告诉大家 活 没关系 大家安住 一年心性 修空脚中三观 那么 你就能够成就 实力是无所谓 但是呢 法大 欺小 众生不能 因为 实相的 观照 而得度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 第一个 老病死的折磨 更可怕是 你寿命太短 大善的方法 都要长时间积累 那么 你这个 外境的干扰 不断地干扰你 这个遮障太重 所以 早晚被 这个三界火宅所烧 那么 就没办法解 这个 大乘的 实相的真理 这个佛陀 在解决 这个不觉不知的问题 一开始是讲 华英经 譬如 日出 先造高山 直接讲 大乘的 严顿法门 直接发布地心 修六度 说咱不怕 我不怕火 我只要 不提心发起来 修六度法门 火就不是火 但是这个地方有个问题 我会到是用四个字解释 说为什么 此法不通 因为 众生 职 食物不坚 不坚固 就不坚固 就是说 上根不够 大乘佛法 一定要 信心很重 你要坚持下去 不能念 要他念 所有的大乘法门 都是不失意境 因为大乘法门 不像小乘法 可以马上看到效果 他是要一种 长时间的坚持下去 这些二层的珠子 善根不够 善根不够有什么问题 植物不坚的后果 你善根一退落以后 就是我们前面 方便品说的 若但占佛秤 众生莫再哭 破法不信雇 罪于善恶道 就是说 你这个基 不相应 他不能坚持 大乘法门 你给他讲 大乘法门 糟了 那善根一退失 就到善恶道去了 诸位 佛陀的底线 就是 想尽任何办法 不能让众生 对落善恶道 这是关键 这是底线 因为 堕落善恶道 对我们善根的伤害 伤害 是毁灭性的伤害 比如说你 真上身 你可以慢慢来 我精神修一修 你看 有些求真上身的 精神轻步一点 明天低步一点 但是你一定要善得人生 这是一个底线 修行 你说我深深是在受博士卷 行菩萨道 也可以 但是请你不要到善恶道去 你要有本事让你自己给你善恶道 因为那善恶道 当然很多痛苦 那就算了 痛苦 生灭法就过了 关键是你从善恶道出来 你这个人就傻傻的 就是根性迟钝 心事暗钝 就是说你过去的善根 遭受到毁灭性的伤害 毁灭性的伤害 你要经过很长时间去弥补 才会恢复到你现在的功力 只要你去一趟善恶道 你要付出惨恶的代价 所以众生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直接讲大圣法门 破法不信雇 罪于善恶道 用善恶道的危机 这个佛陀不能冒这个风险 法大击小 所以佛陀 你就是你 佛陀想想看这个方法可行不可成 就是你 后来想想不行 破法不信雇 罪于善恶道 所以佛陀就放弃了 华音的严重法门 那怎么办呢 看下一段 隐恶的用车 看卯一的倪宜三车 舍利佛 如必长者 虽父身手有力而不用之 但以殷勤方便 免记诸子火宅之难 然后各于珍宝大车 如来义父如是 虽有力无所谓而不用之 但以智慧方便 与三界火宅拔记纵生 唯说三秤 声闻辟之佛 佛秤 那么佛告诉立佛说 如比长者 佛陀就跟前面的长者一样 虽然这个长者身体很有力 有神通力 有智慧力 但是 长者并没有直接把他抱出去 而是用殷勤方便 用勉励的方式 说这个火宅外面有这个好的车子 你们只要到外面去 你们就能够自在游戏 你不就是喜欢游戏吗 有更好的游戏 所以诸子就利用这样的引导 就出离三界之难 然后各以珍宝大成 所以这个长者的方法是两阶段 佛陀也应该是两阶段的动化众生 不能直接讲大成的菩提道 要先讲解脱道 再讲菩提道 为什么 因为 庇免多罗三恶道 如来亦付如此 佛陀虽有广大的实力 是无所谓这种大成的功德 而不用 没有直接的把这个法传给众生 而是用三秤的空性法 在火宅中就把众生为说 三圣法 说四地舌一元六度 就是解决生死问题 这个是一个基本 这个乐园经有一很重要的观念说 他说圣人的修学跟繁复不一样 就是乐园经讲这个二十五元通 有人就问佛陀说 你这个二十五元通 每一个法门都可以修啊 六根六成六四七大 圆耳鼻舌这一 都能够回归生存本性呢 为什么佛陀要去选元通本根呢 佛陀说 这得看情况 圣人 没有气机的问题 只要气 圣人是只要道理对的 他就可以修了 凡夫一定要气机 因为凡夫啊 他的武艺的功能太强烈了 他一定要注意他的感受 他有他的想象 他有他的身心之所欲 他有他的希望 所以凡夫呢 你只要不气机 他就职务不坚 他就不能坚持 这个法对他就没有用 也就是说呢 从气机的角度 虽然三阵的空性 改不上中道实相 但是因为气机 先解决解脱道 再拯救福地道 你净土中也是七阶 你看我们净土中也是两阶段嘛 先到净土去 然后进进四方诸佛 然后就广修 无量的 再修六波罗蜜 所以我们凡夫在 里面净土中 往生的人 他的重点还是在往生嘛 很少人说 修净土的人 他现在就开始 修六波罗蜜的 很少 净土中其实要 多色六根 要英光大师说 净土中到晚 要少管闲事 那你这样讲的话 你说那你违背 大乘的思想 那你讲这句话 就没有学过 华华级呢 什么叫全法庙 什么叫死法庙 因为你现在三界火宅 你的重点 不是成就菩提道 你要赶快 出离三界火宅 所以 你说生生世世 在说博世界行菩萨道 这句话呢 合乎实相的道理 但是不契机 为什么不契机 因为你要面对三界火宅 就是 诸位 大乘佛法 他修行的条件比较严格 所以说五着 胀大不胀小 你就出离心 火烧得越强 越好 但是修菩提心 菩提心 一开始是要保护的 你要有个安稳的环境 更重要你要寿命 要久远 因为你如果是生长在一种净土 斗不斗就给你二十节 三十节的寿命 你可以修大乘佛法 你慢慢修 你不着急 你只有八十岁 扣掉你以前颠倒的时候 二十几岁 你晚年的时候身体又体落多病 你真正能够修了才止年了 所以 三生四世其菩萨道 从现在末法时代来说 弃理 不弃机 不合乎现实 所以 什么叫弃理弃机 就是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现在这个时候 寿命短暂 身心世界躁动 一定要走两阶段式的乘佛之道 先解脱 再乘佛 佛陀就是这样思考的 就是为什么佛陀一开始没有讲 没有告诉三圣人讲华言 直接是这方片 就是解脱到虽然不圆满 但是气急 是气急 我们看 华三 华二等和三则其有 而作誓言 如等莫得乐住三界火宅 不贪出壁 色生香味出眼 若贪着生爱 则为所烧 如素出三界 当得三秤 生闻辟之佛 佛秤 果尽未如保认此事 终不虚言 如等待当勤修精进 如来 以事方便 又尽众生 夫作誓言 如等当之 此三秤法 皆是圣所称态 自在无戏 无所依求 秤是三秤 以无漏根力决道 禅定卸托三位等 而自欲乐 便得无量 安稳快乐 那么佛陀失色三圣以后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切秀 佛陀说 如等莫得要住三界火宅 就是众生们 你不能再 耗耀这个三界的快乐 佛陀讲苦地 其实这个 说破世界的快乐 是有过失的 你追求快乐 那每一个快乐当中 已有烦恼固 有诸罪业固 有老病死固 非死安乐住 这个快乐有过失 要我们知苦 第二个 断习 用无常无我的智慧 调伏爱曲烦恼 勿贪出臂的色胜香味 出发 调伏爱曲 因为你贪着爱曲 你就会为三界火所烧 这个断除内心的爱曲 吃苦断己 后面就是目标修道 应该出离三界 成就三圣声闻 辟知佛 佛圣等种种的涅槃 出使的功德 我今未如保认 只是做不需 那么佛陀的欠修 这以上继续说 如等到勤修精进 为什么要勤修精进呢 因为佛陀用三圣的方面 来诱尽众生 这个诱 就是 出离三界火宅 叫做诱 什么叫进呢 成就无上谷底 叫做进 就是说 你今天只要出离三界 后面佛陀 自然会 后面的路 你就不用着急了 你先听我讲这一段 出离一道 后面我 因为凡夫最难度化 这个生死凡夫 我们前面说过 成佛知道 三界的生死 是最难度化 只要你能够 接受我的诱 我就会让你成就进 诱就是离开 三界火宅 进了就是成就不上谷底 附作之言 如等当之 指三圣的法门 三圣的空性 尤其是我空的智慧 是十方圣人之所侦探 为什么这个空性这么好呢 自在无外 你说空性 你今生 贪得少一点 你就不会有痛苦 今生远离痛苦 来一生 无所依求 不秀 轮回之苦 自在无戏 是也今生的安乐 无所依求 是也来一生的念凡乐 所以 秤是三秤 我们修无常 无我的空性 能够以无肉的 五根五粒 去绝之八三道 或是禅 八界托 还有三三妹等 而是娱乐 变得无量安稳快乐 注意 佛陀告诉我们 追求快乐 没有错 但是要加两个词 安稳 请你追求 安稳的快乐 不要追求 有过失的快乐 那么这段 欠修的核心思想 只有四个字 就是勤修精进 这四个字 这个是成功的 成败的关键 就是 其实佛法修学 尤其是老参 最怕落入什么 落入一滩死水 就是有些人 你看有些人修到 年轻开始修到老的时候 修行就是什么 做功课 时间到了 就去拜佛 时间到了 哪练书哪就练佛 时间到了 又去做其他事 就说 他没有注意 一种修行的义乐 就是修行 变成一滩死水 注意啊 死水不藏龙 没有一只龙 是在死水 都是在活水 就是你要 勤修精进 就是说 你不能什么都 无所得 佛法修行就是说 你一修我功官有所得的 你能够怎么样 自在无戏 无所依求 今生成就安乐 来生成就涅槃 所以修行它是怎么样 要有个目标 就像我们净土中也是一样 你不是时间到就练佛 你那个佛法要有个引导性 你要有一报庄严 正报庄严 功德庄严 庄严想功德想 就是修行不是只有法门而已 要有义乐 最怕就是落入一滩死水 所以佛陀讲三寸以后 就劝修 怎么劝修呢 勤修精进 思维这个修行的功德 看卯三的四子所愿 那么佛多讲三寸的法门体词是面对三寸的根基 我们说过凡夫的修学 契机比契仪更重要 你不见得要圆满 但是重点在相应 那么为什么四地法它适合生文人呢 什么叫生文根性呢 它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内有自信 生文人的特点 这个自信它要有处理性 一个人落入痛苦不可怕 但是他对痛苦要有一个强烈的觉知 生文人他对痛苦的感受很强烈 他那种对痛苦的自觉性很强 他能够很主动的观三界如牢 以示生死如冤家 厌恶生死 这是第一个 他的决心 他对生死的痛苦决心高 第二个 从佛世尊 殷勤精进 亦处闪见 他有这种追求涅槃的决心 那么 世民 自求涅槃 世民生文人 如比诸子 为求阳车出于火载 第一个 他有智慧 第二个 他有处理性 这个 其实三圈所修的法都是空性 简单来讲 就是出离道 不需要修道一心三观 就是我空 你只要放弃主宰 不管你是修四地 十二野六度都是方便 重点在于拔掉那个我 那个自我意识 但是同样是我空 这倒是说 生文人的我空 要带一点苦地 就是他以苦地为根源 就是他有一种 出离的我空 那是 以为了厌恶痛苦 而成就我空 因为你 你生文人的下手就无常 无常 就是痛苦 你想想看 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 那世界上就没有一个有价值的 所以无常故苦 你用无常去看所有的人数 没有一件有价值的 你会去追求天上的彩鱼吗 它再漂亮 它是暂时的 所以 生文人的特性就是 他有一种苦地下手 我们再看袁杰称 袁杰称智慧更高了 看经文 若有众生 从佛世尊 为法信寿 殷勤精进 求自然会 要读善计 身知诸法因缘 世明辟之佛乘 如笔诸子 为求路车 出于火宅 第二种人是颜杰走进 颜杰走进 他听佛文法信寿以后 殷勤精进 他是干什么呢 求自然会 什么叫自然会呢 就是他对这个十二音言的升级跟法灭 有很深的体会 而这种音言法呢 基本上呢 他是一个自然法则 所以叫自然会 第二个 要读善级 圆杰称的特点 就是喜欢寂静 就像路 路啊 他不喜欢 路不依人 他不喜欢跟人在一起 他喜欢寂静 那么 所以他身知诸法因缘的起灭 他知道诸法是怎么生起 也知道诸法怎么还灭 所以他从因缘里面 悟到我空的思想 就出离三切 生物人的我空 是从苦地而发展出来的 颜杰中的我空 他是关严起颜灭 他不管你痛不痛苦 反正因延伸就是无自信 这跟苦不苦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 生物人他修行 他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因为我要离开痛苦 所以我要修行 那么圆杰称是 痛不痛苦跟我没有关系 他重点在极地 我不喜欢有烦恼来干扰我 我的极境 所以他是断棋 圆杰真的是讲是从断棋下手 菩萨这是从修道 因为他的理想更高 他为了成就广大的功德 而成就我空 看第三个菩萨走进 若有众生 从佛世尊 为法信寿 勤修精进 求一切治 佛治 自然治 无师治 如来之见 力无所谓 敏念哀乐 无量众生 利益天人 度托一切 是名大乘菩萨 求此乘故 名为莫赫萨 如彼诸子 为求牛车 出于火宅 那么菩萨走进 是怎么回事 他也是要听佛文法 见佛文法 勤修精进 他求什么 求一切治 这一切治就是圆满的 中道实相的智慧 这一切治又叫做佛治 又叫做自然治 为什么叫自然治 因为古德解释 这种是发自内心的觉悟 这个智慧 你本来就记住了 你只是把它启动 又叫做无师治 因为自修自正 不带外求 又叫做如来之间 那么他呢 透过这个智慧 所开出的功德 叫实力是无所谓 这个就是 他追求是中道智慧 当然 理论上 菩萨称 这个菩萨称不是指 华华经或华严经的 严教的菩萨 是讲全教菩萨 其实全教菩萨 虽然理论上讲 空脚中三观 但是刚开始 偏在空心 偏在空心这一块 第二个 敏恋安乐 无量众生 菩萨不但是有智慧 还有大悲心 他有菩提心 那么因此能够 利益的天人 路透一切 是名大乘菩萨 求此称呼 名为魔言 就是发大心的众生 如比诸子 为求牛车 出于火转 牛 他有 安忍运转 他能够附和众生 叫牛 不过是这样 菩萨走进 当然是有慈悲跟智慧 不过 这个有差别 至真上菩萨 他在解脱道的时候 会重视智慧 以智慧为主 以波雷引导慈悲 那么悲至真上菩萨 更多的是以慈悲为主 慈悲来引导智慧 那净土中是属于大乘法门里面的 至真上菩萨 他是先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再回入所谱 是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地方是说明 佛陀为什么要施设禅称 这个四地 刚好适合生文称 十二因言适合圆绝称 六度适合菩萨称 就是强调契机 我们看丑三等 何等是大车欲 分两段 第一个双叠二欲 看经文 那么摄利佛 佛陀正如长者一样 先求免难 再求等事 就是佛陀先讲 神圣的差别法 为什么要契机 把诸子先把它安稳地带出火宅 然后再平等的事给它达成 所以我们前面说过 佛陀教化 是先讲差别法 再讲平等法 所以我们前面说过 佛陀的平等 佛陀的心 那里佛陀心不平等 佛陀心是平等 佛陀的平等 叫做契机式的平等 是你要什么 我给你什么 这刚好是你要的 所以对佛陀来说 它是平等的契机 而不是 齐头式的平等 你看有了宗教 你只要信这个宗教 它的法门就这样子 就一个法门 所有人都修 其实佛法不同意 佛法陀心认为 所谓的平等是 适合你 就是平等 适合你 先求契机 再求契 先成就解脱到 诸离火宅 什么叫平等 诸位 离开三界 以后 你才有资格讲平等 三界的众生 就是各修各的 没有什么平等 因为你要在短暂的时间 成就解脱 静静很重要 为什么静静 就是满足他的需求 为什么有些人 练佛可以马上往生 有些人练佛练得很久 不会往生 因为他练佛 没有把他的希望放进去 这是关键 但练佛就练佛 他没有把他的 往生的 我为什么要往生 因为极乐世界有庄严 有功德 有解脱 各式各样的 亲近十方诸佛 就是说 你要有你自己走的 你一开始解脱 你要有自己的路 你不必跟别人一样 去基是妙法 就是说 你念佛 你看极乐世界 你看大家都读阿弥陀经 读观经 读无量寿经 你就十个人出来讲极乐世界 十个人都不一样 正常 非常正常 我再讲一次 离开三界火宅 没有一个不需要平等 你有你的净土路 他有他的净土路 重点是 他能够让你产生意乐 让你能够伸出火宅 你看那个火 诸位你看前面佛陀的经文 这些三阵的离开火宅 是用跑的 只有一道小门 他就能够跑出去 为什么 契机 所以诸位 在三界的凡夫修行 不要讲平等 三界没有平等 到了什么 你可以讲平等 离开三界 到了极乐世界 你成就出地以后 那每一个人在尊重本性 你也是在尊重本性修行 我也在尊重本性修行 那叫做主 在凡夫 没有什么平等这件事情 所以佛陀一开始是先讲差别法 为什么 契机 有契机 而激发你的清静 最后神就解脱 是这概念 我们看尹乐的伤和恶欲 看经文 如来历父如是 为一切众生之父 若见无量一千众生 以佛教门 处三界福不畏显道 得业寒乐 那么恶欲 前面的两种品欲 一个是免难欲 第二个是等世欲 先免难再等世 如来亦不如是 作为一切九界众生的慈父 若见无量一众生 以佛教门 佛陀要先用 全法的方便门 来使命 来使命他 离开三界的苦 痛苦部位之道 得烈盘的特别是 也离三恶道 佛陀是 先讲差别法 来免除苦难 再讲平等法 入第一地 我们看平等法 如来而时 便做事念 我有无量无边 智慧 力无畏等 诸佛法葬 世诸众生 今世我子 等于大乘 不令有人 独得灭度 建议如来灭度 而灭度之 世诸众生 托三界者 继于诸佛 禅定卸托等 欲乐之聚 皆是 以下一种 圣所称态 能生静妙 第一之乐 好 什么时候讲平等呢 离开了三界以后 如来而时 就是这个三正诸子 离开三界佛杂以后 好 你有资格讲平等了 我有无量无边的 中道的智慧 佛陀一念信心 有无量的珍宝 实力是无所谓 等种种诸佛法杂 世诸众生 皆是我子 我应该怎么样 等于大乘 这个时候佛陀讲平等了 我应该平等的 把真主本性送给大家 不要实力有人读得偏空涅槃 而应该以大乘的涅槃 真主的涅槃是法身波瘾泄脱 三德蜜藏的涅槃 所以世诸众生 脱三界者 只要你离开了三界 佛陀才有资格会跟你讲平等 平等是以诸佛所证的禅定 解脱种 遗乐之具 皆是以下一种 人生禁妙第一次的 一项法身的 一种玻璃的 人生禁妙之的解脱的 所以 当我们到了极乐世界 离开三界以后 阿弥陀佛跟他们讲平等法 就是称性体秀 就是 你在布施的时候 你虽然修布施法 但是其实你在开显真如 他虽然修慈戒 他也是慈戒为法戒 一切法弃慈戒 他通过慈戒门 来开显真如本性 所以 每一个人都是在开显自信的功德 这叫平等 所以佛法的修显是这样 你要先找到你个人化的修学 先找出一条路子 离开三界 是一道小门 小小的门 你要找到你这个门 等到你出去以后 平等的大门 是这样子 所以 三界的众生 找到自己的相应法门 是成败的关键 我们看丑事者 何无虚妄欲 所以最后的总结 社利佛 佛陀教化弟子们 就好像长者来救拔诸子 刚开始先讲差别 有三车 有阳车路车牛车 有比喻 四地车一眼六度 来诱引诸子 为什么叫诱呢 他们各有各的希望 满足他的希望 然后再讲平等的大车 再讲真如的功德 这样子讲 长者是不希望的 为什么不希望呢 因为你前面所修的 身为原觉菩萨 道德一佛称 他的功德全部承认 佛陀全部承认 他没有否定 所以我们叫会前入始 会就是会归 佛陀并没有说 废前 就是你前面修的 我都不算 都是希望的 佛陀并没有否定 你前面修的 就是 只要你听佛的话 先按照你的根心出来 佛陀就有办法 帮你对接 就让你找到 你适合的位置 全面的法 没有希望 看最后的 最后的总结 正和不虚 看经文 如来亦复如是 无有虚望 诸说三秤引导众生 然后带一大秤 而度托之 何以故 如来有无量智慧 亦无所谓诸法之道 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 但不尽能受 舍利佛 以示因缘 当之诸佛方便利物 与异佛乘 分别说三 作为 如来亦不如是 佛陀 所有言说 无有希望 比方说 佛陀一开始讲 三秤法门 用身文 有这个身文 原杰 菩萨秤 来引导众生 远离 禅界 最后呢 再用 真如本性 的大白牛车 来度化他 那么 这样子是不希望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佛陀有 无量的智慧 实力 是无所谓 这种 真如本性的功德 他是可以 马上给众生 但是关键是怎么样 不尽能受 法大技巧 我们众生 在三界的火灾里面 长时间读回 重点在于 武卓障大不造小 把我们 最大乘善根 最怕 环境不稳定 最怕 当然 吴卫大师也说了 他说 如果你善根强 遮障 不能遮障 就是说 最怕是 根顿遮重 就是说 你要善根强 吴卓二师对你来说 不是问题 但是问题是 我们善根很难栽培 你有多大时间 咱们就不说别的了 你今生有多大时间 能够学习大正法 不法时代 都吸息人天的善法 好一点 是 休息一下解脱道 所以我们在 末法时代 这种魔强法弱 善根很容易受到伤害 所以 只能先用 这种 神圣的教法 来射受我们 所以 以示音言 先满足众生的祈求 然后呢 再 入这个一佛证 所以以一佛证 分别说善 所以我为大师 用一句话 说总结说 佛陀 失色三秤 一开始没有讲出 他如来的知见 为什么不希望呢 我为大师说 因为 三由众生 非佛本义 经说大秤 不乖本性 佛陀说三秤 可不是他想说 是因为众生的需求 不是佛陀的本意 因为 佛陀出世的时候 在五着二世 他知道 如果你不讲他喜欢的话 他没有义乐 他很难处理禅界 所以 三圣是 随顺众生 等到众生 水平够了 离开禅界的时候 经说大秤 才真正的不乖本性 你说极乐世界好了 诸位理想一个问题 极乐世界是大善法 那么阿弥陀 在设计极乐世界的时候 为什么要把 无有重苦 但受诸乐 把它当作重点 你看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 讲到极乐世界 义正庄严 讲到离苦得了 大概占了80% 极乐世界 震报 衣食自然 身相庄严 祭祖武通 寿命久远 都讲快乐的事情 那么 最后 讲到这个 出世的功德 他讲到说 众生生者就是阿弥陀佛 一句话带过 为什么 因为极乐世界的特点 为什么说 十方三世佛 阿弥陀第一 因为极乐世界最殊胜 就是他的凡圣同居图 就是 高档次的 什么十报 庄严 方便有一图 那种射受圣人 你要射受圣人 快不快地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是个事 但对凡夫来说 很重要 就说 你这样子 阿弥陀佛一句说 你想清楚了 你反正 你来生 只有两种选择 你今生的 所有的质量 到来生享受快乐 然后就准备 去轮回 受老病死的折磨 这第一个 就是三天里面 得快乐果报 第二个 你把所有的修行 为菩提道求生净土 你的快乐 一点都不少 更重要 不退转 所以怎么样 先礼一勾千语 再领入佛制 佛陀不希望 就是三世之佛 都是这样做的 不是释迦摩利佛 阿弥陀佛 我在规划其乐世界 你也看 他有一点针对性 当然佛陀是平等 佛陀是 对话绝法界众生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佛陀有一点点 对凡夫众生的 特别偏爱 因为他特别需要照顾 其实佛陀都 法生不上 那他已经上路了 就是说 他没有老病死的问题 所以他进步进步 他进步的快慢 其实都不是问题 因为他离开了三界 至少不多 三二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读到这里 可以说到总结 佛陀对于 度化生死 反复 特别用心 因为他时间不多 就是说 他必须在死亡之前 要赶快成就 解脱 成就往生 所以这个法要 非常气急 要刚好跟他 心中的希望点 要结合在一起 他才会主动的去追求 那么这样讲 佛陀没有希望 你不能说佛陀希望 佛陀是为我们好 三由众生 非佛本义 经说大乘 乖本性 故不许 所以我们看 佛陀的全十二法 是这样看的 先契机 再契礼 这是佛陀度化 众生的两阶段 好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 整个前面 这个批评的长行 就讲到这 下下文长 赴再来日 回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